中文字幕 李宗盛 喂 柏豪 John 怎樣 還打機嗎 是啊 跟我踩單車吧 踩單車 是啊 這邊 好 很累啊 跟普通用手機打機一樣 CDC 喂 明哥哥 喂 John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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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問一下 你怎樣有這個想法 將Switch 和健身單車 和Mario Kart融合 基本上近來 這部手提遊戲機 都非常受歡迎 這樣到我自己 開著手掣玩的時候 然後發現手掣可以這樣 來控制遊戲的 我想起我們公司 有一部單車 亦都可以左傾和右傾 想想 不如將這兩樣東西 合體 就這樣 你可以開著單車 來控制遊戲 就是這樣 連了之後 但是 運作完 你是怎樣 我怎樣可以一直踩 然後控制它 基本上 我們將手掣上面 A掣 駁到腳踏那裡 我們在腳踏那裡 裝了一個加速計 你一踩到腳踏的時候 就等同踩住A鍵 等同踩油 我們亦都將發射的按鈕 放出來 方便你一邊踩單車的時候 一按就可以發射到 你踩油就是腳踏 發射就是按那個按鈕 轉左右就是調傾你的身 你坐在上面的時候 傾左就轉左 傾右就轉右 好 聽你的感覺 即是轉彎 可以發射武器 跟一般玩Mario Kart 有什麼特別 分別在哪裡 基本上你是用了全身的 所以你的焦點 是會去做運動那方面 所以我們就簡化了 控制規模式 因為就算玩開卡 遊戲機的人 都可能要從頭再學過 所以我們就 從比堅尼開始 基本上我們沒有放入飄移 以及除了煞車的按鈕 最主要就是踩油 傾左油 以及發射的東西 來控制 不得了 這個遊戲 跟Mario Kart 基本上是兩個遊戲 你要用到全身的肌肉 尤其是下腹 因為當你轉彎的時候 你不可以只靠上身 你要整個身輕側 駕車才能動 以及已經調了 是50cc最初級的難度 我都很熟悉 這個的確是一個 很好的運動兼遊戲 不得了 我不想再繼續踩 啊 那我又輸了